这节课,我们首先来对MAX进行一些基础知识的学习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MAX打开的一个基础界面 首先我们会看到四个视图 顶视图、前视图、左视图和透视图 在四个视图里面我们都会看到三个网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中我们所要的视图配合键盘的基键对三个网进行一个隐藏 除了我们所能看到的这四个视图以外 我们还可以对视图进行别的切换 按键盘的V键 我们可以看到前视图、背后视图、顶视图、底视图、左视图、右视图、透视图、用户视图和摄像机视图 在这里除了透视图和用户视图和相机视图以外 我们将其余的视图统称为正交视图 了解了视图之后 我们再来看菜单栏 在Marks的左上方有Marks的文件菜单 新建文件 重置 打开以右文件 保存 另存为 导入 导出 在旁边有 编辑菜单栏 工具菜单栏 组 视图 创建 修改 动画 图形编辑器 渲染 自定义 Marks脚本和帮助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主工具栏 看到的第一个空间绑定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列子对其进行一个说明 我们选择顶视图 对这个视图进行最大化 按键盘的WAT加W 可以进行切换 在这里我们先创建一个矩形 然后可以再创建一个圆 如果我们将矩形 比作为主人 将圆 比作为仆人 那么现在对他们进行一个绑定 我们将仆人 选择绑定 到主人的身上 让他们形成一个主仆的关系 那现在 主人开始移动的时候 仆人就会跟着一起移动 但是仆人移动的时候 主人却不会跟随 这就是空间绑定 如果你想要解除他们的主仆关系 或者绑定关系 那你可以选中两个物体 对其进行一个取消 关联 现在他们就可以进行 自由的 移动了 在空间绑定的旁边 有一个过滤器 在这里我们也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 里面有所有集合体 图形 灯光 相机 辅助对象 和扭曲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列子 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集合体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box 在我们的顶视图 然后我们再来创建一个图形 创建一个矩形 再来创建一盏灯光 再来创建一架摄像机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辅助对象 在这里 我们首先将过滤器的选择 切换为所有 现在我们进行选择 在这里我们看到 它能选中所有被创建的物体 然后 我们可以将其切换到几合体 现在来进行一下选择 当我选择所有的时候 它只能选择几合体 以此类推 我们选择图形的时候 当我选择所有的时候 它也只能选中图形 选择相机的时候 只能选择相机 切换到灯光的时候 只能对灯光进行选择 如果切换到辅助对象 选择所有的时候 也只能选中辅助对象 这个工具 在以后我们建模的时候 会用的比较多 在这里 我们也对此进行一下 简单的介绍 在旁边有选择工具 我们将刚刚的过滤器 切换到所有 然后配合选择工具 点一下 可以对物体进行点选 也可以用名字选择工具 点击一下 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如果我们要选择几合体 几合体的名字叫box 我们直接选 点OK 它就可以对box进行一个选择 如果要选择图形 我们可以按名字 举行 选择 如果是要选择相机 我们也可以直接按相机的名字 进行选择 相机现在会出现两个 有一个是相机的本身 还有一个是相机的目标点 如果我们要选择相机本身 我们选择01 我们也可以对相机的目标点 进行一个选择 我们再来看选取框的一个切换 首先我们可以先新建一些几合体 可以先新建一些球体 首先它默认的是以举行框的形式出现 我们在选取的时候 它是以举行框的形式来出现 进行选择 然后我们可以讲起切换为圆形 现在的选取框会出现圆形 再来可以切换到套锁 还可以切换到网 还有最后一种新天的烹会的模式 这个平时我们用的比较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个选取模式 全选和半选 首先默认是半选 半选的模式是 所有和选取框粘边的物体都会被选中 只要是粘住了一条边或者一个角或者一个点 它都会被选中 然后我们再来看全选模式 全选模式是必须要在选取框内的物体 才能被选中 意思就是说 要选取框完全的选中了这个物体才能被选中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 完全被选中的只有三个球体 最下面的这个是未能选中的 所以现在的选中结果是 只有上面的三个球体能被选中 所以同样的 在现在这个选取框类 只有绿色的球体是能被选中的 其余两个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全选模式和一个半选模式的一个切换 再往右是移动工具 我们选中一个物体 它会出现坐标轴 我们就可以将物体进行移动了 然后是一个旋转工具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集合体 对其进行一个旋转 VoX 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旋转 还可以各个方向都可以旋转 然后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缩放 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用户视图 你进行一个观察 进入用户视图的键 但是VoX加鼠标中键 按住之后旋转移动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缩放工具的使用 我们再来看目标的一个中心点 在这里我们将之前的物体都删除 重新来创建 还是在我们的证教视图 顶视图里进行一个创建 我们可以画个box 再画一个box 现在我们选中其中一个的时候 它们是以自己为中心 现在我们选中两个物体的时候 它们的中心点变成了两个物体之间的中心 它下面可以切换 第一个是以自己为中心 第二个是以双方的中心成为中心 第三个是以别人的中心作为中心 接着我们再来看轴中心 首先我们先创建两个矩形 轴中心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 以每个物体的自身作为中心 第二种 以两个物体之间的中心来作为中心 第三种模式是 两个物体以别人的中心来作为一个中心 这三种中心的方式是有区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 我们选中两个物体 将它们的中心切换到自身 再进行一次旋转 切换到自身 旋转的时候 它们是以自身为中心来进行 旋转的 第二种旋转 以它们两个之间的中心作为一个中心来进行旋转 它们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第三种 以别人的中心作为中心来旋转 我们可以现在在底下画一个小的矩形 选中两个物体 以第三种模式出现 来拾取一下 现在我们进行旋转的时候 这两个矩形 是以下面几个小矩形的中心来作为一个中心来进行旋转的 所以它们所出现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中心点不同 它们之间所出现的不同 接下来我们对捕捉工具进行一些介绍 我们现在默认的是三维捕捉 在下拉里面可以出现二维 二连五维和三维三种模式 在这里我们会对其一一进行介绍 首先我们切换到二维模式 我们在顶式图上创建一个box 几合体 然后切换到用户式图 water加鼠标中间 就可以进入到用户式图 在二维的情况下 对这个物体进行一个捕捉 我们用现的命令来进行一些捕捉 捕捉的时候 它只能对这个几合体 最下面的这个平面进行捕捉 说明它只能是二维捕捉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移到旁边来 然后我们再把模式切换到2.5维捕捉 同样的用线来进行一些捕捉 现在2.5维它可以是对底下的平面 也可以是对上面平面的点进行捕捉 然后我们也把它移到一旁 待会儿来做比较 然后我们现在再切换到三维模式 一样的它可以对平面的顶上的可以进行三维捕捉 把它移过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捕捉完成后的一个图形 我们在前视图上能观察一下 除了最后的用三维捕捉 它能出现三维空间里面的高低以外 其余的两个都是二维图形 只能形成二维的一个图形 二维捕捉只能出现二维图形 2.5维捕捉可以捕捉三维空间 但是它所出现的图形依旧是二维的 三维捕捉是可以捕捉三维空间 所生成的物体也是三维空间里面的 所以这是它们三个之间的不同 在平时我们工作中常用到的是2.5维捕捉 接下来玩捕捉之后 我们再对夹角来进行一些介绍 夹角是配合旋转来使用的 平时我们旋转的时候会出现角度不精确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旋转90度 我们光平手是很难达到一个很精确的数字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夹角来进行一些设置 在夹角的这个地方按鼠标右键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选项选项里面有夹角 现在默认是一度要旋转到90度 就是要旋转90次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角度设置为90 现在我们只要旋转到90度 只用旋转一次就可以 如果还想再旋转90度 我们可以再旋转一次 这样就方便了我们的旋转 也更精确了我们旋转的角度 在这里我们顺带也对这里面的一些数据进行一些介绍 首先是捕捉 平时我们用的最多的是顶点 端点和终点 顶点的捕捉 终点的捕捉和一些端点的捕捉 这都是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在选项里面我们会设置 显示 打上钩之后 我们所移动到的 有点的地方或终点的地方 它都会进行一个光标的显示 如果我们把这个钩取消 显示的就不会再存在了 平时我们就把它打开 然后捕捉 平时我们喜欢用到捕捉到冻结的对象 这个是在我们以后导入CAD的时候会常用到的 还有一个坐标轴的锁定 我们现在勾选了 我们来看看在顶示图上 我们勾选了锁定坐标轴 那现在我们要向X轴移动 我们从上和下的时候 它只能往X轴移动 如果我们选择Y轴 不论我鼠标往左还是往右 它只能往Y轴移动 这就是一个轴向的锁定 它只能往一个方向移动 如果我们取消了这个轴的锁定 那我们现在选X 我们现在除了往左往右以外 它还可以往上往下 它锁定不了轴 所以平时我们为了我们的精确的一个移动 我们会把这个轴约束打开 这样在移动的时候物体就不会乱跑 还有一个是显示橡皮筋 所谓显示橡皮筋 就是我们在拉动它的时候出现一根蓝色的条 现在我们能明显的看到 如果取消的话 这根条会不见 它只会往一个方向走 这个是可以根据自身喜好来设定的 在网友是我们平时常用到的一个镜像工具 在这里我们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先绘制一个三角形 如果我们想快速的将右边的点转换到左边 我们可以对齐镜像 因为它是左右镜像 是在X轴上 所以我们只要选中X轴 它的点就可以直接转到左边 这边是拷贝 它会另外复制一个物体出来 点OK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想这个点往下 我们也可以镜像一下 因为是上下镜像 所以是Y走镜像 我们直接选择Y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再复制一个出来 我们直接可以不克隆 里面还有其他的方向 平时根据自己做的时候的一些要求 来自有选择 可以拷贝 可以实验复制 都行 对齐工具 在这里 我们也对它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 首先在顶视图上画一个box 再在别处画一个 现在我们为了让它们两个的中心点 联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选中其中一个box 使用对齐工具 选择前面这个 点一下 因为是中心点对齐中心点 所以X轴Y轴和Z轴都必须勾上 然后再点中心点对中心点 点OK 现在我们在顶视图上来看一看 它们的中心点是否有对齐 现在基本都对齐了 这就是 对齐工具的使用 层的管理工具 在以后的实际的案例中 我会为大家来详细介绍 以上就是我们平时常用到的主工具栏 对齐工具栏